最近聚餐好多讓人好頭痛 大家有沒有覺得物價越來越高 連朋友約個聚餐都要花上不少錢 蘋果在台北街頭隨即調查 年輕人聚餐一個人會花多少錢呢 500 600 1000 1000 8到1000 大概500塊到1000塊 現在台北市應該是500以上到1000左右 現在物價蠻高的耶 所以應該都要1000塊以上了吧 大概花1200以內 什麼 吃一餐飯要花掉將近一整天的工資 果然是台北居大不易 不過既然花了錢90要吃個痛快 什麼類型的餐廳使大家最喜歡的選擇呢 火鍋 滿糖紅 火鍋 那個撈網 有時候會吃熱炒燒烤之類的 或者是火鍋吧 可能通常選擇比較可以喧嘩的地方 比如像火鍋 火鍋店 或熱炒 最近大家都很喜歡去蘸雞啊 比較大部分還是會麻辣鍋什麼的 白料老實在麻辣鍋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很喜歡吃火鍋 我覺得如果每次選我一定是吃火鍋 火鍋 火鍋 花杖之類的 我要吃日本料理就合適 最近比較常吃拉麵 蘋果在台北西銀和南西商圈街頭 訪問34位20幾或30幾歲的年輕人 火鍋雷贏得聚餐首選的11票 意識和日式料理則各得5票 再來則是吃到飽餐廳4票 而且因為預算有人表示只能選擇下午茶時段 畢竟薪水只有一點點和朋友吃一頓飯 但卻要花至少500到1000元 富刊凍新聞約吃土了 報導